2500年前 佛陀率领着1250名比丘 在印度大地上游化众生 烈日炎炎 道路漫长 这些光头赤脚的出家人 默默行走在炙热的大地上 他们神态安详又坚毅 庄严而圣洁 当他们行进到一条小河边时 与一只庞大的商队相遇了 商队众多的大象 将原本清澈的小河搅得浑浊不堪 好像那流淌着的不再是河水 而是泥浆 射过小河之后 比丘们进入了一片茂密的丛林 天色将晚 佛陀决定就在树林中过夜 侍者阿南第一个反对 理由是这里没有水源 比丘们无法洗涤一天的征辰 更不能解除口干舌燥的胶壳 佛陀说 我们不是刚刚经过了一条小河吗 可是 那条小河被商队的大象 践踏成了泥河 水汁被污染了 无法再使用了 佛陀不再说什么 而是拿出瓦波 让阿南去咬一波水回来 阿南刚想表示异议 佛陀摆摆手催他快去 阿南捧着波走了半截 又折了回来 佛陀问他怎么了 阿南说 既然是用波药 您肯定口渴了 而那河水已经变得污浊了 饮用之后会生病的 所以我还是到前面远方的那条大河 去给您取水 佛陀说 可是远水不解尽渴啊 但那也不能喝不清洁的水啊 佛陀不与他争论 问道 你走到小河边了吗 阿南说 没有 佛陀说 你没有走到河边 怎么知道河水污染了呢 阿南回答得理直气壮 那会你也亲眼看到了 可是那会儿不是现在啊 阿南无奈 只好再次向河边走去 人家是佛陀 即使白跑一趟也得跑 到了河边 令阿南惊诧万分的是 刚刚还浑浊不堪的小河 已经恢复了原来的清澈 河水清淋淋 亮晶晶 甘醇甜美 让人只想痛痛快快地开怀倡议 阿南感到不可思议 打回一波清水 向佛陀请问 您是如何知道水质变清了的 您没有去河边 难道是用天眼神通观察到的吗 佛陀笑着说 我就是闭着眼睛 也知道那条小河 已经恢复了原来的清澈与纯净 因为它的河水是流动的 这就像众生的星星 虽然可能暂时被污染了 但只要我们的心是灵动的 就能得到净化 回到本来面目 阿南有所醒悟 因为如此 所有的人 哪怕是十恶不赦的人 都可以觉悟得到成佛 所谓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就是这个道理 对 这河水的油清变浊 油浊变清 说明世界上所有的事物 都处在一刻不停的变化中 连佛法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 用灵明不昧心 去感知事物的变异 把握它的切化 这样我们才能 契入宇宙的真谛 佛陀和阿南尊者的对话 已经过去两千五百多年了 然而当下读着这个故事 佛陀的智慧 依然跨越时空 扑面而来 常常思考一个问题 学佛最要把握的要旨是什么 佛陀借流动的河水 开始灵动不昧的星星打动了我 瞬间也似乎触摸到了 那颗灵明的心 放眼望去 人生的痛苦 皆是因为我们的心 还不够灵动 还很执着 还很粘连 见过很多人 发现不管富人和穷人 都各有各的执着 各有各的痛苦 各有各的烦恼 并不是有钱就快乐 并不是没钱就一定很痛苦 对外物占有的多少 并不是快乐的衡量指标 因为人生的自在在于心灵的解脱 只有心灵自在解脱了 富贵者才能在富贵中得自在 评贱者才能在评贱中得自在 不论富贵或评贱都能得自在 只有心自在才能安然 才能真正受用福报 真正享受人生之旅 如何寻求心灵的解脱 当下保持一颗灵动开阔的心 不将话 不封闭 常思考 常警惕 常反省 常忏悔 常感悟 积极寻求真实的智慧 这样就像那流动的水一样 能够自我进化 自我成名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